暑假里,孩子哭闹着要看某某动画片,家长找了半天,却找不到国语配音片源,这样的情景,相信很多家庭都会遇到。 如今,随着大量国外动画的演技,孩子们大呼过眼的同时,找一部合适的片源,也让不少家长犯了难。 给孩子们找动画片看,不仅要内容健康,如果是国外动画,还必须是国语配音,上网搜不到合适的片源该怎么办?难道就没有办法一步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吗?答案当然是有了,而且就在我们身边,有线互动点播动漫区,有线互动点播国语动漫剧场,就是家长们的不二选择。 这里网络了国内外经典儿童动画,更新及时,并且全程国语配音,免去了家长们的烦恼,带给孩子们暑期迎平快乐时光。 好片推荐杰德·奥特曼,新的光之巨人,赛罗奥特曼的伙伴,奥奇·奥特曼·杰德·奥特曼。 巴克队长带着伙伴们向海底出发了,小伙伴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本领,在巴克队长的带领下,大家团结起来,面对海底的种种困难吧。 名侦探柯南少年侦探是不是很酷?日本人气动画名侦柯南,也能点播收看啦。 高中生侦探工藤新衣,被神秘组织灌下毒药,醒来变成了一个小孩子。 那天之后,新衣化名侦南,帮助警察解决了很多案件,希望找到恢复自己身体的线索。 小猪佩奇,孩子爱看的动画片,当然少不了小猪佩奇佩奇,是一只可爱的粉丝小猪。 他和爸爸妈妈和弟弟乔治一起生活,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。 这部在全球超过180多个国家放送的动画,究竟有多大的魅力?快带孩子一起来发现吧。 除了这些,还有家飞猫的幸福生活,小马宝莉,朵拉和朋友们等优秀动画,将给孩子们带来数不尽的快乐时光。 除了这些动画节目全是国语配音资源,每一部片子都经过了严格审核,内容健康,寓教于乐,助孩子们健康成长。 那这么好的功能该如何操作呢? 接下来家长们要记号,打开电视,选择主菜单点播,或按遥控器点播键进入,选择动漫专区的国语动漫剧场。 在按遥控器方向键选择动画节目,按确定键进行播放,就是这么方便。 如果您还无法使用互动点播,现在一次性较三年有限收视费,将免费为您配其高清机顶和合适品点播合。 届时,除了国语动漫,热播剧集,院线大片,综艺娱乐,科普纪录片等精彩节目,都可以点播观看。 开通互动点播,全家人爱看的节目全拥有。 开通互动点播剧场